前中央社副社长吕志祥讲述在美国大选中假新闻如何制造分化对立 以及媒体透过耸动标题增加点阅率等各种传播乱象 世新大学109年将全媒体试读列为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程 让每个系所的学生都能对传播产业有所了解 刚刚上课主要是在讲假新闻的部分 然后主要是说可能现在为了点阅率 然后会有一些假标题什么 主要是学到媒体试读的部分 就是要读意思考的能力 其实试证是假很难去分辨 所以他就是教我们这些大纲一些算是pet ball吧 然后教我们去怎么去分辨它然后去解读 其实我们蛮常收到这些假新闻 就是像是我奶奶常常传一些什么震惊 10亿人都知道什么什么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 然后我可能就会去上网核实一些 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再把这些讯息传给 原本把这些假新闻传给我的人 让他们知道说不要去相信这些假的新闻 其实以前国高中的公民课 就是大概有教一些公民素养这样 然后所以他在讲这些就会更清楚 更印象深刻 试新全媒体试读课程以大师讲座的方式 针对传播产业相关趋势 邀请产观学界知名人士进行演讲 将理论结合实物 也让同学可以反思与自身生活相关的部分 那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会触法 所以我们在整个讲座单元里面 也有聘请一些在传播法的一个部分 来去做一个了解 像第一周的演讲的部分 我们就请到前NCC的主委 苏恒苏老师来演讲 那另外来讲在上个学期的单元 我们也请到我们校长 因为法学方面的专家 也特别从法的一个部分来去谈假新闻 如果你传播或者是相关的部分 可能要面临一些的法律的行者等等 全媒体试读课程 在中加数位集团的赞助下 希望为健全产业发展尽一份心力 而透过学校精心安排的课程 也让每一位学子 都能够在快速变迁的数位时代下 培养出全方位的媒体试读能力 记者林锡惠台北报导